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 便是两年后的足笔 不能携带 原力的修炼比知青之力更为不易 照此速度恐怕还得需要数月 才能达到元旦境小圆满 宗族派人前来的消息确定吗 宗族 是的 爹 难道是天岩山脉有大事发生 会不会是足笔之事 不会 足笔还有两年 爹 提到足笔以冬儿的天赋 两年后获胜的希望非常大 那时 爹您重回宗族的心愿就 冬儿的天赋的确难得 并不比当年击败你的琳琅天差 只是我们这一支分家 能提供给冬儿的资源 还是太过有限 如果冬儿有机会可以出去历练一下 就能真正地成长起来了 爷爷 爹 我会打败那个人 为你们讨回邓年的公道 让林家重回宗族 小颜 怎么了 你 你是 要我跟你走 出什么事了 清檀 不好 是寒毒发作了 灵儿 别怕 哥哥这就来帮你 嗯 有意思 有意思 没想到清檀这小丫头 体质竟然不一般哪 清檀被这阴沙体质害苦了 呵呵呵 香巴老 这哪是什么阴煞体质 这可是天地间极为霸道的煞魔之体 煞魔之体 别的阴煞体质 或多或少还能吸收阳刚之气进行融合 而煞魔之体 却排斥一切阳刚之气 那该如何化解 继续吸收各种阴煞之气 越浓越好 别再犯傻让小丫头吸收阳刚之气 它永远无法凝聚圆丹 那清坛的修炼 岂不是只能止步于此 煞魔之体可没这么废 小丫头虽不能凝结圆丹 但却可以凝结阴丹 阴丹 阴阳二气融合圆丹 而煞魔之气 凝结的则是煞魔阴丹 那威力可着实罢了 可惜呢 这么好一个苗子 再不抓紧时间结成阴丹 若被煞魔之气反噬了神志 便会成植物人喽 干嘛 有什么办法可以加速凝结阴丹 臭小子放开我 好了好了 刁爷告诉你 去寻找智阴之物 只有这等宝贝 方能加快小丫头凝结阴丹的速度 临到你小子 一点都不遵住刁爷 若不是刁爷看你有用 我 明天一早 我去拜访万金商会 他们都说 也许能找到智阴之物 苏总管 林家林栋求见 林栋见过玄苏姐 好久不见 林栋小弟 还以为你已经忘了姐姐呢 苏姐 小弟杂事繁忙 不便过于打搅你 姐姐逗你玩呢 听闻林栋小弟已突破三印符诗 更凭一己之力击杀了鬼言 我们万金商会最是看中 林栋小弟的潜力 这六品灵药夭穴诸国 便是送给你晋升三印符诗的贺礼 这六品灵药过于贵重 一个不到二十岁的三印符诗 就算大阳王朝也是屈之可数 万金商会可是非常重视 林栋小弟的友谊啊 那小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万金商会的友谊 我会记住 嗯 苏姐 请问万金商会是否有 至阴至寒的灵药 至阴至寒 万金商会霍原千奇百怪 但至阴至寒的奇物 却从未出现过 不过你可知天岩山脉中 发现了涅槃境强者留下的古墓 涅 涅槃境强者 消息千真万确 就连四大宗族都派人来了 四大宗族 宗族派人前来的消息确定吗 宗族派人 宗族 或许那古墓中 有你想要的至阴至寒之物 极煞阴龙弦 这等灵药 也只有涅槃强者的古墓中 才有机缘出现呢 极煞阴龙弦 看来这涅槃境强者的古墓 是必定要去闯一闯了 谢谢宣宿姐 小弟先告辞 涅槃境强者的古墓 对你来说可是天大的机遇呀 这古墓府中最有价值的 莫过于涅槃心 涅槃心 没错 涅槃强者作画后 其毕生原力经久不散 凝聚成涅槃心 这常人若得到涅槃心 便拥有突破到造化镜的潜力 而某些天赋过人者 说不定能一举达到涅槃境 这对于你来说可是真正的奇物 涅槃境强者的古墓 不说这般争夺者 就连牧主人生前治下的机关 想必也应该是危险重重吧 恐怕我现在还没有这个能力 傻小子 那可是 那可是涅槃心 好了好了 等拿到击杀阴龙弦之后再说吧 回去吧 臭小子 请谭 放心 哥哥这次会彻底帮你解决寒毒之苦 臭小子 想要在古墓府得到想要的东西 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哦 那 你愿意帮我吗 帮你 可以是可以 不过若是遇见能助我恢复妖灵之物 你要全力帮我抢夺哦 呈浇 成交 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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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在闹事 我们去看看 灵魂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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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就这点本事 这就是你们这只分家年轻一辈当中的强者啊 我只是大义宗族的人 哦 等等 我想起来了 之前宗族族会有个第一场就被打残的废物 就是从你们这只出来的吧 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哦 什么人 你小子什么人 敬给他本少爷的脸 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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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灵魂大哥 灵魂大哥 灵魂大哥 原来又是个分家的废物 就让我来会会你这个宗族之人 好 我就让你领教领教宗族的厉害 灵魂传 灵魂姑娘 这次宗族的古墓之行 在下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灵魂请讲 此次古墓之行 希望灵魂姑娘 可以带上我的孙儿灵洞 也好让她跟随宗族掌掌见识 灵老 这古墓之行甚是危险 多一个游客就多一份风险 洞儿的实力也是不弱大 这 洞儿 胡闹 怎么和宗族之人打起来了 洞儿 哎 灵老 这位就是你说的灵动 呃 啊 正是 原单性小圆满 这人也大不了我几岁 不愧是宗族 能挡住我十招就算你赢 该让你知道谁才是你们的主赞 冰玄剑 嗯 剑 哈 原来是个浮尸 嗨 过玉手 哼 分家的蝼蚁也敢跟我斗 宗族的厉害 以前一定是你能想象的 好 危险 危险 这 这 臭小狐狸 居然敢淹我 冻儿 大家看到了吗 宗族的招数花架子太多 我们平时对敌 切记如此 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 你 你居然敢让本少爷当你的陪练 我 我杀了你 这 碎玉爪 奇门业主 我看你还能撑多久 给我破 我赢了 那可未必 没想到这分家之中竟还有如此天赋之人 我赢了 我赢了 傅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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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爺爺 完美的精神力操控 林老 您都要求我同意了 林栋可以和我們一起前往古墓 一起前往古墓 多謝林姑娘 明日一早我們就出發 希望你不會讓我失望哦 林栋 可 可兒姐 你 你聽我說 我 我 可兒姐 我是一時大意 可兒姐 爺爺 這女人是誰 她是這次宗族派往古墓府的領隊 林可兒 等到古墓府後 再找機會留吧 和宗族這幫人一起 最後指不定是誰捡到便宜呢 現在她也認可了你的實力 總而好好把握這次機會 嗯 爺爺 您就放心吧 好 好 看來短時間內 還是無法突破這小圓滿 啊 啊 蛤 鋸骨墓前 必須盡快提升實力 是時候試試 這妖穴諸果了 啊 嗯 嗯 嗯 啊 嘿 不愧是元丹镜小圆满 接下来 该去古墓府 事实伸手了